不过就是因为日本现在灾害频传 还有一些全球都一样 所以也有业者是瞄准商机 做一个平安之旅 现在就推出了这个九天八夜的尼泊尔祈福之旅 像当地就是佛陀诞生的地方 所以每天都有参访寺庙的行程让人来拜拜 而且还魄力可以参加当地800年以来的御佛节的活动 不过当然这团费也不便宜 去一趟几乎是欧洲的价格要十几万元 佛教圣地尼泊尔散发出一股安稳的力量 由旅行社业者抓转平安商机 推出尼泊尔祈福旅行团 从台湾出发飞往香港或是广州 再转机到尼泊尔 大约十多个小时飞行 九天八夜一个人团费七万八千元 行程特色天天参访寺庙 还有一整天是拜佛之旅 第四天或第四天我们就会办这个发挥了 对 全部的团员都要参加吗 对对对对 全台的话名额只限三百个女人 祈福旅团最大的重点就是第四天的拜佛行程 当地八百年来第一次举办佛誕日御佛节 集结当地上百名僧侣一起念经祈福 除了有拜佛行程也有观光 像是第三天会去释迦牟尼佛的诞生地 兰辟尼圣园 第七天会去全世界最大的佛塔 佛达塔 还可以转经轮绕塔朝圣礼佛 有别于三月赏花河东南亚池河玩乐旅行团 这个祈福旅团几乎都是佛教圣地的深度静态观光 不过将近八万的团呗等于是走一趟欧洲 市场反映就看民众是否追寻一个人的心灵之旅 中天新闻流量和任以方陈列文台被报道